西安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一片瓦砾 看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 这是巴哈马群岛遭到多利安飓风袭击后 第一个空拍画面传出来 汽车几乎灭顶 民众拜个身子泡在水里逃难 在当地采访的新恩记者 刚好目睹志愿救援民众的热血行动 一位受害者回忆自己太太 就在眼前溺斃的惨况 巴哈马群岛情况有多惨 从温馨云图看得更清楚 目前多利安威力已经降为二级飓风 中心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7公里 相当于中度台风的威力 持续朝着西北方向前进 相当靠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全美五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备战 大海新闻立方编译 而呼吸了政府的撤离命令 上个月底菲律宾南部